我們必須選擇 學同尿失禁協會 2022年12月2號 國際兒童尿失禁協會年會 來自六大洲31個國家 160位醫學專家 來到台北刺激醫院 針對學童尿失禁問題 展開討論 除了現場會議 也透過連線全球串聯 針對實力做討論 是關於孩子的脂肪問題 而在廣角上 是關於愛情和科學 我們是一個 超級專業的 全球的社會 專注於孩子的脂肪控制問題 2007年12月2號 吉隆坡醫診中心啟用 繼八神之後 這是此季 在雪隆地區第二所 為低收入的居民提供 疫診服務的醫療中心 醫療對象 除了是實際長期的照顧婦以外 還對所有低收入婦的患者 我變了很多窮人 無論是看醫生 無論是你們實際的人 幫到窮人 一年服務近兩萬人次 不只事關新社區民眾健康 岸角的難民同樣需要援助 很可愛 當年來 沒有人有 比如說 沒有人有 比如說 比如說 可能在玩笑 由於位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區 疫情期間也提供疫苗注射 以及疾難物資的發放 好 這是一個文具 還有一個 1995年12月2號 太北慈濟村東力發放 為了讓太北難民能好過東 曼谷慈濟人募集物資 和來自台灣的太北訪問團 在回赫慈濟村展開發放 喜不喜歡 喜歡 喜歡 那拿了這些東西 是希望你們能夠生活得更安定 熱水堂殘疾院的老兵們 則是有新外套可以穿 我們所有的慈濟人 都會常常來關心各位爺爺 希望各位爺爺也能夠 互相的關心 互相的幫忙 那你們就是慈濟世界的菩薩了 國共戰爭 他們被迫留在泰緬邊境 在政府援助計劃結束後 生活陷入困境 很苦啊 1994年 慈濟接受朝委會委託 實地走訪太北難民村 那時候幾不是天天都在趕路 對 他們來的七天 我們大概趕了二十幾個村 晚上還有一個座談會 在討論的時候 今天看到的什麼東西 大家來總結 沒有什麼話真是 開會有時候開到九點 十點 天堂 1995年展開 泰北福困三連計劃 福島農業新建慈濟村 從慈善 醫療 教育 文化著手 這也是慈濟國際震災 首次四大事業並行 看到他們的生活也都改善很多 你看幾乎家家都有車 然後路也比以前更好 三連福困改變一代人的命運 1989年12月2號 中山堂慈濟聯誼會 北區慈濟委員 會員聯誼會 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 約4000名會員到場聆廳上人開市 除了大廳座無虛席 走道也擠滿民眾 兩側廳房還設置電視同步連線 早期為籌目花蓮慈濟醫院 上人定期北上主持慈濟聯誼會 參與的人數從百人到千人 領據點點滴滴 善心善念 成就慈濟世界